Yo!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日日超市 昨天朋友就拿了一些手信給我 是一些日本的手信 他應該去關西附近吧 關西限定吧 我吃完這個蝦餅之後 我覺得蠻好吃的 雖然它是小一點 但是我覺得味道是濃的 開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一袋有十包 好 插給大家看看吧 大家看到是很小的 有多小的呢 是小到這樣的 因為它太小了 我剛才就馬上拿一把鋼鐵去量一下 它有多小 讓大家可以展現給大家看它是多小的 其實它只有2cm x 1cm 左右 很小的 但是它這麼小的 有什麼值得介紹呢 其實它是 它的味道是比較濃的 我覺得它很脆 很開心的 它的味道是偏濃的 它其實好像 我猜它應該把蝦殼焗乾了之後 再放進去 等到它的味道更加強烈一些 這個如果你去到日本 其實我也推介大家可以去買一包 試一下 是蠻好吃的 聽到應該很脆的 如果大家在日本 可以買這包小吃 我覺得是好吃的 大家推介推介 可以試一下 喜歡的 給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 謝謝 下次再見 拜拜